你刚刚在叫我名字 梦见我了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叫我名字 顾亦正 你怎么在这儿 蒋姜呢 你刚刚在叫我名字 梦见我了 我没有 那你为什么叫我名字 我 我是想说我欠你的钱 你打清了 什么 你不是在警局 帮我付了罚金吗 这一次我代理权都泡汤 定金尾款全都没了 还受了伤 够还你好几次 如果不是你非要去收 那些什么咖啡豆 也不至于被坏人追 那 你慢一点 那些坏人明明就是 丑你来的 你 拿命护我 是因为我值钱吗 是 你的命比我值钱 你活着还能多救几个人 是 苏妍 以后不要这样了 没有一个人的性命 比另外一个人的更有价值 金江 醒了 顾医生 你一直在这里陪着过呀 辛苦了 太贴心了 什么贴心啊 她是我主治医生 了解了解患者情况 是应该的吗 你待会儿 把她头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处理一下 避免伤口感染 嗯 这是医嘱 好 我呀 嗯 我真希望受伤的人是我 你出这么多血 肯定很疼吧 没事儿 我不怕疼你知道的 下次不许再这样了 哪也别去 给我乖乖待着 知道了 对了 我受伤的事情 别跟我妈说 她会担心死的 知道了 顾医生这医嘱下得真好 我早就看你这一头乱七八糟的辫子不顺眼了 还我当年的医学院美女学霸 江沐妍 你哪头的 人家顾医生 可是一直在等着你醒来 挺关心你的 这医生关心患者 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那你呢 帮顾医生挡一棒 也是天经地义啊 什么就我帮她挡一棒了 我才没有呢 那就要 躲闪不及